新书快报 在家里面有没有长辈呢 如果你们家里面的长辈啊 突然容易发脾气 不洗澡 乱买东西 很难相处 请您来读读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 老后行为说明书 如果了解了这些人 他们的性格啊 习惯的改变背后的心理和生理因素的话 就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对待 还有照顾家里的长辈咯 为您介绍这本书 请到的是收书人吕维正 维正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自己平常说就有一种经验 肚子痛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我看什么都不顺眼 对身边的人也比较没有那么和善啊 这是我们平常人就会发生的事 可是我想如果是年纪再大一点 他老化了 可能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就更特别了 能不能谈谈啊 为什么有些长辈啊 他会突然对旁边的人发脾气 应该有一些特定的生理特征吧 对啊 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 长者常常会对于这种小孩子的吵闹声啊 好像特别讨厌 然后就会大声的这样刺骂 或者是对于什么附近 要盖个什么幼儿园啊 就会反对啊 其实这个东西并不真的是 这些长者讨厌小孩 而是一种生理的现象 因为我们这个人体老化之后啊 对于吵杂的声音啊 好像有一种会放大的感觉 会觉得特别的敏感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更受不了 更受不了的话 当然情绪就会不好 就可能会骂人 所以这些长辈他们听到的声音 跟我们听到的声音 其实不太一样 他可能有些部分音频的声音 可能对他来讲 特别大 特别刺耳 而我们听起来就是正常的 那这篇书里面就有个案例啊 还蛮生动的 他是讲说有一个媳妇啊 有一次在洗碗的时候洗一半 他就发现桌上还有一个碗没有清 那正好婆婆坐在旁边 他就想请婆婆帮忙 把这个碗拿过来给他洗 可是他讲完之后 那个婆婆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结果这个时候啊 坐在客厅大老远的 就是他丈夫啦 就是他婆婆的儿子啦 就随便讲了几句话 这个婆婆马上就反应了 所以这个就让这个媳妇觉得 很不公平 好像被虐待一样啊 那其实呢 是因为长者听不到高频的声音啊 因为我们一般这个女生讲话的频率 是比男生要高的 所以的确会有一种女生讲话的 很容易被这个长者忽略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了解 并不是他故意听不到 或是不理你 是他有可能真的听不到 或是听不清楚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我能够想到的通常都是 大声的在他耳边说话 这样会有效吗 还是说我做错了 应该要怎么做呢 其实并不是说在耳边大声说话 重点应该是说 我应该要让这个长者知道 我在跟他说话 那当然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说 我直接站在 坐在长者的正前方 跟他说话 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知道说 的确我是在对着他讲话 那另外就是像刚刚讲的 因为这个高频的声音啊 可能听不太清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压低声音讲话 尤其是女生呢 就尽可能学着男生 这样压低声音讲话 这个长者就会比较容易听得清楚了 哇你学得好像哦 其实这一本老后行为说明书 那里头应该我觉得 不可能只有讲到听觉而已 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感官 全部都在退化或变化吧 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变化 可能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会显露出来呢 好那像我们刚刚讲的是听觉嘛 那其实在书里面还有提到说 像我们这个嗅觉啊 嗅觉大概在50到60岁左右 就会开始这样退化 那这个嗅觉跟味觉啊 往往也是有相关的 像这个书里面 就举到另外一个例子啊 有一个女生啊 这个在外头工作嘛 那就比较少回家 有一次呢 老爸就说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那个我想念你做的菜啊 这个女生就说 好啊好啊 老爸我们就回家做给你吃 结果这个菜端上这个餐桌之后啊 就突然发现这个老爸藏了一口 就开始突然加这个酱油 加的很咸 然后呢 这位小女生就觉得说 奇怪了 你不是说我的菜很好吃吗 为什么又要加一堆酱油 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在骗我啊 还是糊我什么的 其实呢 按照这个作者的说法 我们这个味觉可能包含什么 咸甜苦味辣等等啊 其中这个咸味的感觉啊 退化的非常的快 那个如果说想要跟这个年轻的时候 吃到一样的咸味啊 他们有估计说大概盐分要加到12倍以上 这么多的一个这么咸的程度 才有办法跟年轻的时候吃到一样的味道 所以这个真的是听起来太可怕了 哇 这本书其实提到还有很多的不同感官的变化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那个我们一定会想象到 就是老化的时候 眼睛可能会变得比较不好 但我在书里头看到一个 我从来没想过的是 眼睛的视线会跟平常人不太一样 他们往下看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跟我们这个眼睛那个眼瞼啊 会垂下来是有关系的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那个眼瞼会开始变松 变松就会不自觉的垂下来 但是我们平常就很难说 总是不能不太可能 那一直用这个手去把眼瞼这样往上拉嘛 所以说当这个眼瞼垂下来之后 我们的视线 尤其是这个上半部的视线 就会受到限制 那所以说我们 我们就会开始变渐渐不自觉的习惯 去只看下半部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长者 他会把一些以前是放在比较高处的东西啊 他现在都放在低处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放在低处他比较容易看到比较好拿 所以说这件事情在这个人身安全上有一个很可怕的状况 就是长者过马路啊 明明他那个方向已经是红灯了 他还在往前走 然后就觉得很危险 也觉得说 为什么人老了好像都会这样 就觉得有点对长者生气 其实啊 这也是因为啊 他都是这个眼睛都往下看 他已经不太习惯去注意到红灯了没有 所以说他还以为他是绿灯正在走路 是因为这样 这一年长的人 他的眼睛都往下看的啊 他这本书呢 书名叫做老后行为书名书 他不只是讲到人的生理状况的变化 他其实讲到一些心理的变化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比如说像刚刚讲那个媳妇啊 女儿 他跟这个妈妈或爸爸之间那种情感的关系 很可能会因为误解而产生问题啊 在这本书里头 家属啊 一看到那个老先人老太太 他们那个记忆力变差的时候 他最常问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怕他是失智症 因为失智症无法可逆嘛 但还是说只是老化记忆力变差 这中间怎么样的分辨呢 其实这个这本书中作者对于这样 到底是一般性的这个记忆衰落呢 还是说是失智的 他有一个简单的区别的方式啊 就是说当这个长者在讲说啊 就是那个那个这个这个总是想不起来 那个名词或是那个东西要怎么去说的时候 如果接下来长者的反应啊 可能是有点是觉得感叹说啊 人老了记不住了什么 这样子的话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记忆力会慢慢衰减的一个情况 可是如果说这个长者呢 不但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说不清楚 而且接下来就开始变得有点这个像生气发怒一样 那这个情况就可能是失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觉得说 哎呦我这个记不住的状况居然被大家发现 觉得很懊恼 实在不想被发现就很生气 哇不管是记性变差或者是失智 可以想办法延缓他的恶化 我在书里面还看到一个就是用身体来帮助记忆 对不对 对对对 能够促进记忆的方式 其中有一项就是 其实我们人啊 对于这个我们自己身体的动作 这一方面的记忆 其实是比单纯的记一些事情要好一点 所以他就这样建议说 如果我们想要记住什么事情的话 不要只是单纯就站在那边想就算了 最好可以搭配一个身体的动作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一边这个种花种草 或者是一边喝这个老人茶的时候呢 就开始边想说我们要记住哪个事情 这些身体的动作就会有助于我们记住 我们同时想要记的事情 不管这些长者啊 出现什么样生理或心理的问题啊 最重要是要你要先了解他背后的原因 那你才够好好的对待 所以这本老后行为说明书啊 他就提供了各种解决的方法 今天非常谢谢说书人吕维正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老后行为说明书 谢谢维正 谢谢大家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